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节目 今天我们跟大家总是聊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美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希望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通过我们嘉宾的分析 告诉大家事件背后意味着什么 我们如何来看这些重大的 美国发生的社会 政治 以及经济事件 华律师 其实除了我们大家关注 在欧兰多发生的枪击案之外 不要忘了 前不久就在美国非常著名的大学 UCLA 加拿大洛杉矶分校 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虽然枪击案只是导致了两个人死亡 但是造成的影响非常大 原因是一个学生开枪打死了老师 为什么 中国人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这位学生 这位学生居然开枪打死了自己的老师 这个是一个 什么东西能导致他这么仇恨自己的老师呢 这里呢也有一个分析过 我看过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描述 这个事件的报道我也看了 他呢心里认为这个老师在欺负他 做一些不公正不好的事情 这是剽窃他什么code 对 他有个什么code 但是有一个什么程序的密码 还不知道那个程序的一个 他认为是他自己做的一个程序 他没经过他同意 可能把这个某个什么 那个就是那个软件程序 或者什么样是给了另外一个学生 或者给了另外一个人了 所以他对他产生一个很大的不满 然后在这个公开的那个网上啊 就是internet上面就发表了 对这个教授的不满 就是在枪击案之前就已经发生不满了 也不是说他当天就是枪击他 或怎么样他已经发布了 就是他对这个教授不满 他讲了很多的对他不利的话 已经这样讲了 所以现在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说实话 就是你的教授把你的东西拿了 我们姑且认定这是事实 到现在UCLA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我们姑且认定这是事实 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手段呢 这个人呢不巧他也是个移民 是印度移民啊 他不是那个中东的移民 是一个印度移民 也是我觉得这个事件呢 可能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性格啊 是有关系的 有些人呢有点偏执狂 有点比较极端的 所以老想这些问题 然后呢想不出个道道来 然后觉得我去告你吧 他可能也没这个经历 或者这个金钱或者去告 然后觉得我要发泄一下吧 是吧 但你发泄的话 你不是靠杀人去发泄 对呀 还是倒过头来 跟我们前面讲的话题是一样的 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地方 他不一定是公正公平或者合理 没那么多fair 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合理的地方 如果要有不合理的地方 你怎么去面对不合理的事件 那这是的确是对每个人的 就是那个你的思想的成熟度的一个挑战 我可以这样讲 他尽管是读到博士 我记得他的 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他的情商并不高 也就是说他不能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然后呢就是导致成演变成这样的悲剧 对不对 他已经遗嘱已经写好了 是 他好像做了万全的 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就是跟你同归于尽了 那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呢 就是这样的事情 值得去用两条人的命 去达到所谓的正义吗 可是问题你也没解决问题 你的扣子也没要回来 你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是 最后你最多就是报复了 报复了别人 你自己还自杀了 对 所以有时候 其实话里是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对一些 大家在 智商情商 也许我不怀疑他的智商啊 起码在情商方面 所以在做人方面 和自己的一个性格方面 有些偏执的人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 真的需要看医生 或者说真的需要一些 社会的一些帮助的 而且这些人已经读 UCLA的这个博士 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了 而且他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论文 通过答辩能够拿到博士学位的话 在美国建立一个家庭 完成自己的美国梦 应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 对 而且作为印度裔和中国人 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通过刻苦的努力学习 通过读书 作为一条路 来达到自己的一个美国梦 而且印度裔 印度裔在 印度裔在美国期间呢 他的整个的受教育 作为一个族裔 整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而且无论是医生 还是工程师中 印度人很多 我在西雅图生活的时候 我认识很多印度人 因为我们在UCLA 在那个微软旁边 有很多印度裔的朋友 他们应该说 都是很开朗 很健谈的人 所以人有时候 有些偏执 偏执的问题 对移民 特别是对一些 学问做得不错 但是自己对处理周边问题 缺乏能力的人 真的需要一种开导 或者说自己 要有一种自我的 心理的质量 你讲得非常正确 所以这个呢 的确是一个悲剧 我们在讲 对导师也好 对他自己也好 都是一个人生悲剧 而且这个人生悲剧呢 其实当然了 这个案件并不是完全一个 单一案件 或者孤立案件 或者说是一个 仅此一次 在这之前 其实在我们华人当中 也曾经发生过 对 我记得有一年嘛 在埃瓦 一个中国人生 就是 也是因为学术上的问题 或者说觉得 自己的导师 甚至这个教授们 对他不公 灰腔 把自己的导师 甚至一个副校长 也杀死了 当然这个事件之后呢 引发了很多社会的讨论 也就是说 也许这里面有一些 个人的这种性格因素 当然我们不完全排除 就是说我们的教授们 有个做的不公的地方 对 的确是 这一点来讲 其实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不能下结论 说我们教授 真的就是不公了 我们现在就应该这么讲 UCIV大学 还没有给出明确说 这位教授 有没有剽窃 他学生的成果 但是教授有时候 英文叫take advantage 有时教授会拿学 会利用学生 这好像这种事情是会发生 怎么来看 怎么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学校的话呢 应当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机制 能够预防这样一个情况 说得好 一个呢对这个教授要做一个考察 还有呢可以做一个普调嘛 民调 在学生之间做一个民调 看看这个是不是不仅仅是这个学生 其他学生对这个教授有没有反应 对 可以做个survey 匿名的survey 如果做出来这个教授有问题 那你就要去去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解决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 像卢钢店 刚才讲的 就是卢钢吧 对 是吧 那这样的学生 有没有学校有没有关注 在他早期有这个 有这个complaint的时候 能不能及时的听取他的意见 或者说展开及时的调查 不要让这个问题 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面 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因为他可能是印度人 或者华裔的学生 对他有这种 就这个投诉的话 有这种想法 不要去免试这样的投诉 因为原来他刚刚在投诉 这个问题可能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不踩他 这个问题变得越来大 没错 再不踩他越来越大 甚至你 甚至如果我们讲 当然我没有证据说 这个学校方有故意 袒护这个教授 那如果一旦产生这个现象 如果我们学校 还供他去袒护这个教授 不良行为的话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甚至他觉得 我已经没有办法 在我所能够 力所能及范围 解决物质问题 还不一事了之 就这样 所以不要让人家 就是投诉人 产生一个绝望的心理 就是我们还是 听取你这个意见 还是能够改善的 那这样的话 就把问题能够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 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到 对 这些两方面的工作 其实除了 我们要对我们的教授们 要进行一些 起码应该学校 有一个合理的机制 允许学生们 就教授的一些 他们认定的一些 不正确的做法 有一个投诉 或者说抱怨的一个渠道 以利于改进学校的工作 另外一个 其实作为学生来讲 其实我在学校 也待了很多年 我也知道 在学生当中 经常听到 同学在一起 经常会听到 自己的教授 说 当然大部分学生 都是说自己教授好 我对我教授 我非常非常的 到今天 我都非常非常感激 我觉得起码第一个 他做事情很fair 我记得我有一个项目 快做不成了 我去找他 我教授叫Michael 我说Michael 我说我这做不下去了 我说我能不能换题目 他就说 他公开了 他说没关系 他说你就 totally relax 放轻松 放着音乐慢慢做 如果你项目 还真的做不下去 往后换题目 对 那就非常理解 对 教授们很能理解你 但是你要说出来 对对对 你得告诉教授说 我这个可能遇到什么困难 对对对 让教授知道说 他什么可以帮你的 对对 然后我的教授就告诉我 你做一二三四 几个改变 最后我就做出来了 最后我这篇文章 发表的很好 发表在美国一流的杂志上 我们教授也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所以就想告诉我们 年轻的朋友们 不要怕说出来自己的 这些事情 也就是甚至抱怨 甚至你跟教授的不满 也就是说 对我们年轻的学子们 其实有不满 主动地说出来 比你压在心里头 对 要好 他现在是这个问题 是压在心里 压一次 第二次 一直压下去 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对 而且采取了这么样一个 比较极端的方式 对啊 真的极端的 所以其实 卢刚事件之后 中国留学生 基本上都拿他 作为一个负面教材 大家知道 在学校里面 难免 大家会碰到一些 教授们不太公正 或者说 教授们有时候有点私心 或者说怎么样 这种事 说实话 在哪个学校 碰到一两个教授 有可能了 但是 不能说你不信 你就用这种方式 来发现你的不信 对 或者说用这种方式 来解决问题 实际的问题 你什么都没解决 对 其实最终 其实我要想 他要跟我 如果这个学生跟我谈 我会告诉他 你拿到学位是第一的 重要的不是他 有没有剽窃你的东西 重要是你有没有拿到你的学位 因为你来读书目的 UCLA的一个PSD要五年内 你心意乎苦的五年 你目的是要拿到你的学位 然后 你可以在美国筛设下来 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前景 至于说你跟教授的这种 所谓的恩怨情仇吧 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 甚至一些其他途径来解决 而不应该采取一种极端手法 前不久 媒体的报道 你别说ABC的报道 我全程看了 一个叫Michael许的 这个许是HSU这样一个拼音 我知道台湾的拼音中 这个HSU就翻成许 Michael许这个人 他在上了Monitor 和一个女士在进餐的时候 当他的女士们去上个厕所 他在他女士的杯子里面 放了一些东西 被旁边三个女人看到 三个女人呢 就在这个女孩子没有回来之前 告诉这女孩子了 说他在你的喝的drink里面 放了东西 他说我们已经报警了 他说你呢 跟他演演戏 稳住他 警察来了 抓个现行 当然了 最后演了一圈 等了一会儿警察也够慢 上了Monitor警察 据说拖了很久才来 差点吸引不下去了 这女孩很会演戏 既没有喝那杯饮料 又稳住了一个男的 警察来了以后抓到了 根据媒体的报道 警察的叙述 这个男的 他将会与 这种性攻击未遂 和对别人进行身体伤害 因为下药了 查出来这是下药了 是一种迷幻剂 而被起诉了 当然后来结果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请教您的是说 两个方面 一个 首先在法律上来讲 他虽然没有造成结果 他是不是就可以免于法律上的责任呢 尽管没造成这个结果 但是他也有法律责任呢 这个性侵未遂也是一个罪啊 性侵未遂也是个罪 就像你杀人 杀人未遂已经准备到了 只是说人家突然来了 你杀不成功了 你说没罪吧 当然有罪了 法律为什么要惩罚这些人呢 因为他一旦机会成熟 条件成熟 他就把人杀了 把人给强奸了 如果这三位女士没有看到呢 那是 这个后果真的不敢想象 是吧 所以这个人是最有应得 四个字 也就是说 应该给这三个女生 给他们掌声 一定是 见义勇为 对 所以这男的是最有应得 这女的是真是见义勇为 对 其实美国社会需要他们 第二个问题 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很多女孩子 我相信 虽然美国这个社会 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 但是没有一个女孩子 会愿意太过于随便的 或者说 在 这方面 被别人这么去 对待 就是女孩子的安全问题 对 就说作为一个女孩子 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跟人交往 而且这个Michael许和这女孩 他们俩同事 他们俩是同事 根据媒体的报道 他们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虽然这女的并没有完全认定 他们是男女关系 但他们是同事关系 其实我想你我都给别人做过同事 起码同事之间 中共有句话叫做兔子不捉 对呀 你怎么可以的妈呢 我面前也吃了 对呀 说你难听话 你要真想说 你完全有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做吗 你妈呢 自己的同事怎么可以下这种狠手 对呀 我是觉得这个人的道德 真是被 有严重缺陷 有严重缺陷 我觉得 女孩子如何来保护自己 女孩子 这个就是说 哪怕现在 我觉得这个事件出来以后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哪怕她是同事 如果你对她了解不是太深的话 还是以戒备为主 就是 就是 喝的饮料啊 要注意一点 或吃的饭 你可能 可能放在饭里面 可能放在饮料 谁也不知道 你就吃下去了 然后呢 就会造成这样一个 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后果 所以呢 如果在这个男人 你彻底了解他之前 不要就是轻易跟他一起吃饭吧 好像是这样一个 杰瑞 你让我想起什么 我在公司的时候 我们公司每年都有 各种各样的training 其中一个training 就告诉我们说 特别告诉女孩子 他说 当你一个没有盖的饮料 放在那里 放在公共场合 对 你离开了一段时间 对 回来千万不要再喝 对对对 我想这个经验 我想也应该分享给我们 电视机前 和收音机旁的朋友们 对 一旦 一杯饮料 没有盖 他在一个公共场合 哪怕是你们公司 是你们办公室 只要不是你们家 你离开了一段时间 回来 千万不要再喝了 对啊 因为我 当然 并不是处处都是恶狼 都是那种色狼 但是 小心 无大碍 对对 所以女儿子还是应该 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社会 实在是用心不良的人 还是蛮多的 或者说 还是有的 第二个案件 其实呢 无独有偶 这个案件呢 虽然不是同时间发生 跟他有一定的相关性 前不久 刚刚在这个 这个三藩市所在的城市 判决了 说有一位 民众认为过轻 只判了六个月 而且还是缓刑三年吧 就 这件事情 就算过了 所以大家觉得不公 法律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教您 这样一个 没有得到这女孩子的允许 而这女孩子是在一种 不清醒状态 对 这算不算强奸 这就是强奸的 那为什么强奸 要判这么轻呢 不应该判这么轻 所以这是一个争议 它最高刑法是十几年 所以呢 你一下从最高刑法十几年 就判到 尽管他可能是第一次犯罪吧 他也不可能 因为他第一次犯罪 就是判得这么轻 对呀 几乎而且是 那你说这个 这个欧嘛 Martin呢 他也第一次犯罪啊 那是不是 也不能因为他第一次犯罪 就说他不是恐怖主义啊 对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 不能因为他的第一次犯罪 而减到这么轻的程度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叫 司法的不公吧 我看City 已经发起来 要罢免那个法官 也能 也能 也能显现这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大家要知道 他是一个好像是学校 比较知名的游泳舰将 对 他是个 很有希望的 美国的游泳的迷人之心 对对对 他头顶光环的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 在法律面前应当是人的 当然了 那你遇到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 什么叫强奸 强奸就是说 违反个人的意志 当然他如果在清醒的时候 他在同意的情况下 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清醒的情况下 他拒绝的话 那就是强奸 如果在不清醒的情况下 他没有自己的意志 去决定是跟非的时候 法律会假设 他是不同意的 对吧 否则的话 你说他 如果追究以后 你假设他同意的话 那所有的这个 这个强奸犯 都不是强奸犯了 那是 这肯定不是这样 在台湾的 他们 台湾有个人叫 叫什么 叫什么报 怎么 什么 检私 就什么检私 就是他们钻到酒店外面去 就是那个酒吧外面去找哪个女的喝醉了 就把她报回去 然后强奸了 这叫检私 叫检私 检私 检了一个死尸 检了一个死尸 他这种做法就是这样 因为当时他围在这里 看他 人家以为是他们两个人自己自愿的 以为是男女之间活 这什么呢 对对对 他自愿的 结果他看到他走了以后 这个女的还躺在那儿呢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女的没有自己的 自动的去接受这样一个行为 那所以这样的话是强奸行为 而且判了这么轻 我是没有想到 一个强奸罪 我记得前不久 有一年 您记得吗 Michigan 有一个高中的 他是高中 高中的足球队 他们狂欢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喝醉了 然后几个男孩子 把这女孩子给性侵了 虽然他们都说 这女孩子就说 平常就是这么很随便 怎么样 但是这女孩子毕竟没有说yes 没有答应他们 所以他们还是以强奸罪 起诉这些孩子们 所以看来 对于这样一个强奸 其实这种情况呢 一个方面是对司法上来讲 大家觉得应该再严格一点 另外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我又要讲 我说女孩子 是不是也应该自重一点 对 把自己搞得 给别人有机可称 她叫 她的聚会是 那个叫 Fortunity Gathering 就是兄弟会 一个Sorority 很多的这种 大学都有这种类似的活动 他们这种活动 就是喝酒狂欢 然后你一个女孩子 跑到人家喝酒狂欢的 这些年轻小伙子群里面 能发生什么好事吗 而且 其实也不光是Stanford 其实包括UCLA 包括几个大学 都会有啊 都会有这种情况 青年吗 你像那个英国的剑桥啊 什么什么地方 也有一个是吧 那个醉酒派对 这种情况也有啊 你不要 所以有时候 我有时候跟很多家长们讲 我说没有错 孩子上大学是件好事 尤其女孩子 还是要告诉他们 像有一些疯狂的活动 能不参加 就不要参加了 还是不要参加 男孩子嘛 说说话 再混蛋点 就砸砸手机 砸砸东西 最后打打架 也就如此了 对 女孩子一旦失了身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怀里运 你后半辈子就完了 是 所以这东西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而是很严重的问题 对 所以呢 但是 说回来 法官判得如此之轻 确实已经引发了 当地的民众的 一种高度的不满 对 除此之外 我想请教您 最后一个法律问题 不管判得轻还是重 被判的这个孩子 Stanford已经开除他了 他是不是终生 都要戴上一个 这个性犯罪分子 这个帽子 也就是说 他到搬到任何地方 他要登记的 对 就是我在法庭 经常有出了好几次 听就是有一些 那个被告吧 他是一个性侵者 所以呢 就是尽管他是认定 这个判那个 境外执行或怎么样 但是有一点 他得到处 这个登记 性侵犯者还要提供 这个DNA sample 对 他得提供 所有的判决 说他最后一定是 附带这些东西 他自动地就附带上去了 因为他不希望 这种事情再发生 就是 那你就是买这个房子也好 这个选择这个学区也好 你就知道 他有一个数据显示 某某人性侵犯 里面这个地方有多远 那这个学校多少英里 这个范围里面 你不能在这里买房子 就是你买房子 对买到里面的学校 或者说那个 起码躲开那家伙远点 对对对对 离开的远点 就是这样 你说不管你怎么样 这要待你一辈子 吧 让